当它的碗盘洗好了以后 要拿储存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储存的柜子打开 带看介绍 轻力轻为 满头花法 说起话来仍然是中气十足 它可以学习新的功课 它也可以教别人 所以它会在这个地方找到 第三人生的新舞台 谈起接下来的新计划 蔡芳文 满面春风 投入老人照护产业将近三十年 热爱服务人的个性 自小就开始养成 小的时候就在教会的团体 就接受到很多的长辈 所以对长辈的这个互动啊 服务啊 或所谓的照顾来讲 对我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那所以呢 在还没有正式做长辈照顾 也就是老人服务 不是高龄者服务的 之前的那一段时间 坦白讲已经接触到 很多这些社区的 所谓的社区老人大学 社区的一些团契的这些活动 已经有了 蔡芳文当完兵退伍之后 曾经短暂在家里的贸易公司帮忙 但七八零年代台湾经济起飞 出口贸易生意萎缩 正当开始思考另外出入的时候 双联教会的牧师邀请他 担任教会行政工作 也开启了他的服务之路 当台湾在1993年之后 正式进入老年社会 蔡芳文服务的双联教会 决定重建双联安养中心 接下筹划处主任重担的蔡芳文 从林开始规划 申请补助 一步一步建置到位 他从双联安养中心 合作至今的 马杰医学院学务长申永顺 从合作对象升华成多年老友 现在蔡芳文再度执掌心案 申永顺更成为了他的客户 那我负责的部分 就是主要在所谓的智慧化 跟友善空间设计的这个科技 那我就很有兴趣说 我所教的这个内容 是不是在这个新的 这个高龄住宅里面会有应用到 所以有一天我就过来看 那后来才知道 我的好朋友 蔡芳文蔡执行长 营运长 他从双联安养院 后来被 就是说被邀请到这个地方 来做这些庄院的设计 双联安养中心的成功经验 让蔡芳文打响名号 早已借退休年龄的他 承袭过去经验 要再打造结合新科技 大数据的银法热灵社区 我是觉得 从事这样的一个高龄者服务 或是所谓的高龄者住宅 或是甚至于在转换上面 应该好好地应用到 现代的科技智慧 到我们现在整个的服务上面 比方说台湾过去的 这些的科技产品 从ICT到ERP 甚至于到将来的AI 投注毕生之力 已经快要到西谷之年的他 从黑法做到银法 要再继续为他热爱的 热灵照护奉献心力 好从刚刚报导就看到 营运长其实你是学电机出身的 但是毕业之后 居然就投入了这个银法产业 但是在30年前 其实这个银法产业 很多人会觉得说 做这个要做什么 但你为什么会员独具 会直接向重这个产业 而且一做就做了几十年 当时1993年 台湾进入到联合国 所谓的百分之七的高龄化社会 那时候我们教会就觉得说 应该要来关心这个议题 然后就开始投入整个设计规划 为了要做这个 当然我要去考一个 病患服务员的证明师 表示说我对老人要翻身拍背 要洗澡等等的这一些 学科跟士科的这些专类的课程 那后来就进去设计 然后到国外去学习 然后就慢慢慢慢这样组织一个团队 坦白讲 那就把他长辈把他看成是老人 那就这样子一路走来 那坦白讲我学习最多 但是另外一点就是说 的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为什么呢 我读到一个资料就是大陆著名的财经专家 吴小波他就预言说下一个十年养老行业将会成为全中国第一行业 也就是说到2030年的时候 他预言养老货将成为中国第一大的消费产业 那么您是台湾的长辈专家 以您的立场来看的话 这一点在台湾是不是也会发生呢 没有错 所以不管我们从中央的这个整个部件计划也好 或者是企业进到这个高龄产业也好 我不会只会把它放在是老人照顾 它是一个产业化 OK 这是产业化 所以它必须整合刚才讲到的智慧科技 刚才讲到的石田 石材等等的 包括建筑等等的 这是一个产业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台湾市地已经慢慢慢慢都没有办法去逃避 这样的一个议题了 非常谢谢蔡营营长来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一个分享 当时也谢谢您加入机关点大流的世界 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请您锁定 GBS优选频道 还有机关点的脸书粉丝三件 我是张开文 我们下次同学时间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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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